稍早看到两个网友在询问说 他们最近下载那个Face App 然后他这个下载之后也是一样 就是之前有做一个教学嘛 怎么取消订阅 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找不到他们的订阅的那个选项 那我研究一下他为什么找不到 原来手机啊你要看他的版本 是新的还是旧的 像我左边这个是旧的版本 右边这个是新的iOS版本 新版本的取消订阅在哪里 进去设定之后 Apple的ID 它其实页面就有个订阅项目 按进去之后 你看到没 它就是有个Face App 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要取消的话 就是按取消免费使用 好那知道新的iOS版本怎么取消订阅之后 那我们回到左边这支手机 然后它的版本我就不说反正它就是旧的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订阅项目在哪边 就是跟着左边这个荧幕怎么操作 首先进去设定 进去设定之后就是会有一个Apple的ID 然后这里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订阅项目 所以记得这边有一个iTunes跟Apple Store 按下去 然后好这里是也没有 要记得按这个 Apple ID 然后检视 Apple ID 好的 有没有看到 订阅项目就在这里 订阅项目就在这里 按下去之后 看到没 一样 都在里面 其他都有在里面 然后取消订阅 给它按下去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订阅已经取消了